大家好,这节课介绍WordPress WordPress是一套见证程序 国外有很多大型知名网站都在用WordPress 国内也有很多外贸公司也在用 像WordPress这种第三方见证程序有很多 WordPress与其他的见证程序相比有什么不一样呢 第一,WordPress是免费开源的 不像有的商家 他们把产品分成免费版和付费版 用配置或者服务来区分 免费版受到功能限制 甚至得不到技术支持和安全更新 WordPress是免费升级更新 这么多年来一直如此 第二点,WordPress安装也很简单 后台易操作 即使不懂程序也可以做网站 如果懂PRP开发的程序员 还可以给WordPress设计主题 开发插件 第三,WordPress有大量的免费和收费的主题 而且还在不断的追加和更新 特别是国外的主题众多 现在国内原生的中文主题也越多越好 第四,WordPress拥有大量的插件 方便扩展功能 因为WordPress原生功能只有文章和页面 它更像一个博客 但是WordPress的底子非常好 可以通过安装插件来实现功能扩展 比如B2C的商城 在线支付 缓存加速 SEO优化等等 重要的是绝大部分插件都是免费的 WordPress程序可以从它的官方网站免费下载 然后安装在我们的主机上 WordPress自带了几个默认主题 比较简单 没有内容数据 如果只看默认主题 是体验不到WordPress真正魅力的 如果我们要用WordPress做一个企业网站 或者是可以购买产品的网店 或者是新闻资讯站 这就需要付费的商业主题 这种主题售价在60美元左右 国外的 如果是国内的开发者制作的话 主题售价在几百块钱人民币 国外主题也可以做中文站 虽然它是英文的 但是可以做中文站 WordPress它相当于一个底座 换用不同的主题 网站外观风格排版 区别差异会很大 这点不像我们第三方平台建站 那种千篇一律 不管换了多少套模板 都有重复的影子 WordPress搭配不同的主题 呈现的样子 更像自主开发的网站 主题的风格 字体 配色 布局都可以定制 每款商业主题都带一套控制面板 用它来定制网站 WordPress还自带了一套在线插件库 插件的品类众多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下载安装 如果使用后不再需要的话 还可以从后台卸载删除掉 就像手机上安装和卸载APP那么简单 除了在线插件库 我们还可以从互联网获得主题和插件 也是从后台上传安装 WordPress的主题和插件这种市场很多 大家在购买时注意正版授权 我们在网站上发布内容 比如公司新闻 这些内容都保存在WordPress的文章库里 像网站上的公司简介 联系我们这类的页面 它会保存在WordPress的页面库里 上传的那些图片 文章或者是页面用到的那些图片 都保存在媒体库里 这三个都是WordPress自带功能 但是如果页面的排版和设计效果 这些东西是与主题密切相关的 每一款主题都不一样 每个主题它都有一个专用的编辑器 用于页面设计和排版 WordPress的介绍就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感谢观看